長者收股息 今天這條影片很短 因為接近年中 要評估一下 在大肆波動的4月尾和5月初 我做了一些行動 看看結果是怎樣 還原 平倉 在4月25日 那天我鋪了一條影片 說市場很波動 我當日做了一個換馬 我將941宗移動 在52.9價位 沽出 然後換入了 中信控股 以前叫中信泰富的 267 用8.11 我當時的目標是 因為股存錢都下跌 我想做一些行動 可以保持一下 組合的價值 我當時的目標 就是買出一些跌得少的中信 換入一隻跌得多的中信 這兩隻股 我也在倉裡面有的 兩隻股我都研究過 很認識的 我就做了這個換馬行動 當時的目標 是要釋放一些現金出來 因為看到 52.9元的中餘洞 可以買入 六股 中信還有錢剩的 七股就不行了 我不會突飆的 我的換馬行動 我會釋放現金 同時我換了之後 也能保存到 這個倉的收息能力 因為當時267也宣布了 派息的數字 它的派息和中餘洞 都不差得很遠 當時我就決定這樣做 當時是因為很波動 恆指跌穿二萬點 今天我先看看 如果我不換馬行動 中餘洞今天的收市價 是除淨了 是50.25元 加上應收未收的利息 這是資產來的 2.43元 項目總值是52.68元 這個項目就跌了 假若我不換 我換馬的情況是怎樣 當日換馬 釋放了現金 就是賣出了52.91股 接著買回 六股 8.11的267 我釋放了4.24元 以每股計 每股中移動計 等於8%的現金 釋放了 今天中信控股267的收市價 是8.62元 都升了 換馬項目總值 怎麼算呢 就是我換了六股 六股中信 加回當日釋放了的現金 等於55.96元 比這個高了3元 3元 等於差不多6% 三個多 即是6% 做與不做 就是欠了6% 在資產負債表上面 標示了這個項目 很多基金界 就是 叫這些做rebalancing Portfolio Rebalancing 就是 將我組合 重新平衡過 其實都是跟我做差不多的事情 整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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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總額 整個交易的總額 整個交易的總額 100元 即是50多元 40多元 即是100元 即是100元 1%的現金 和資產 這個項目 增值了6% 很多時候 基金界就是做這些事情 每一年 如果你做得好 你可以贏了對手 幾個% 就贏了對手 所以這個叫換馬行動 第一 在4月22日 我有一段影片 在說這些事情 即是描述性質 但今天我就 將它的算術 如何計算 我列出來 如果我將它 將這6股中信 又買回去 又要加一些不多洗費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有個總收益 變回現金 這麼多錢 接著我又會買回 我又喜歡中移動 我又可以用一個 這樣的價錢 買回中移動 又要付一些 手續費 我不會這麼急做 因為我 我還有中移動 在這個倉上 中信 就加多了 我又沒有用了 現金 還多了一些現金 那我就 可以 保持它 看看怎麼樣 如果將來 派息 又多了現金 我會買回多些中移動 就不是說 這一天兩天 這樣做 因為中移動 也有段時間 沒有消息炒 是嗎 好 第二個行動 我就做了一個家倉 我就在5月11日 那天又是很波動 又是跌得很 跌成過千點 那樣的 有網友問我 有沒有 撈底 那我就說 有少量 因為我又買多了 加了857 當日是3.71 當日買入3.71 今天收市價是4.04 升幅就已經是本期股息的3倍了 即是本期股息 它派0.09人民幣 即是等於一毛錢 港幣 比較鬆一點 等等 那我就收夠等於3倍 收到3次息了 那我就會即將賣出 這個 為什麼呢 我不是想賺快錢 就是想保持現金比率在創 那我就再重溫一下 就是因為我倉庫裡 是有現金比率在 那我就達了標 那我就毫不猶豫 我會再換錢 就把現金放在那裡 那將來有機會 就可以為倉庫增加價值 那我就會有子彈去做 那我就再重溫一下 那我這麼多年來 我換馬的心法 就是這些 很多人都會教你的 但是我呢 是做了很多年都是這樣做的 第一 我呢 就跌股換跌股 就是如果有隻股 買了回來 就跌了 那樣 你又想換馬 你覺得第二隻馬 前景好一點 不行 你就要選一些跌了的股來買 第二 好像我這次這樣做 就跌得少的 就換一些跌得多的 因為如果 如果 兩隻股 你都很認識的 就是你覺得 基本因素都沒有變的 有隻跌得多 有些跌得少 都是別人 別人的 猜度 別人的股 那麼 多人的股 這樣就 有些股跌得多 有些股跌得少 其實那些基本因素都沒有變的 我就抓住一些機會 就把那些跌得少的 換掉那些跌得多的 就像今次我用這個 中移動 換入267 就是做這一點 升股是可以換升股的 不過 不要經常做的 這件事 升得多 換隻升得少 都是很虧張的 升股可以換升股 兩隻都好的 你就 認為有一隻前景更好的 那就 悶了 但通常我都不會做這件事 理論上是可以的 那 一定要保持清醒 現金比率 就一定要 放在這裏 譬如你 覺得我現在需要 7成股票 3成現金 如果市場還不好 我可以 35 現金 65 股票 這樣都可以的 要保持現金 如果你沒有現金的話 之前換馬 加倉 你都好像缺乏了條件 去做這個 特別是加倉 這件事 你沒有現金 就做不到的 那 你換馬的對象 就一定要是 你認識的股 最好是 自己倉裡面有的股 那 這個基金的人 叫做 Portfolio Rebalancing 就是 組合的再平衡 其實 講得清楚 就是內部換馬 這樣解釋的 我這次的市場 這麼波動 大市跌到現在 都是二萬邊 都是沒有什麼 起色的 我自己本身 如果做些不得 財技 做些不得 組合再平衡 確實可以 將你自己的組合 是增值的 就是跑贏了大市 這個項目 今天講到這裏